精准操作弹无需发刺针飞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 以及紫外线物体追踪系统威力强大以一抵白 不过现在却传出有人盗卖刺针飞弹发射筒 然日前检调追查黑帮军火库发现力头除了自制的强弹之外 还找到大量的现役军品包括防毒面具 甚至还有刺针飞弹发射筒深入追查 发现疑似是海军陆战队66旅的军事官检手自盗 其中一名上位情报官士官长及两名中指射有重嫌 合园地检署23号兵分13路进行搜索 约谈六人到案 背高4名的部分认为射行双智队条例 向逃命地方法院申请激押 军用品外流海军陆战队也紧急发表声明 查核确实是98年双连刺针飞弹发射后的发射筒 属于训用耗品 后续将会将相关人员研成 而据了解这个废弃的发射筒 是装在抚养拖架上的筒子 用来连接电控系统的亚氢接口 实际上不具任何杀伤力 目前的资讯来看 它应该是已经发射之后的储存筒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比较 不会有的太大影响 但是涉及到管控 所以后续还是要进一步的 就是等待他们调查 发射筒通厂装置飞弹 放在库内可以防潮 另外也方便搬运 以往使用后交由美国侵典完毕 再转交给连勤兵工厂拆解 没想到这回交到军官盗卖 给黑帮显然国军物器 在控管上已经出现严重疏漏 近新闻张权 张姐来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